SBS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 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好 我是丽华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默斯于9月26日至27日访华 进行第四次中澳战略经济对话 在澳洲提出太平洋警务合作倡议参与了美澳日印四方安全峰会的背景下 澳中关系处于何种状态 双方在经贸往来上是否会另辟蹊径呢 接下来我要采访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前研究员蔡元 蔡先生 您觉得目前澳中两国关系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现在的状态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 因为我们也知道几年前中国对澳洲 只是提出了很多惩罚性的关税吧 然后所以说只是双方双方也没有任何的高层的政府 处间的部长级的会面互动 一直到工党政府在前年印得大选之后 还是有了相当的多的改善 很多的这个贸易扯罚性措施已经被取消 双方已经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部长级的会面 包括今年这个中国总理李强也访问澳洲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澳洲两国之间有很多的结构性的 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就是包括在地缘政治上 澳洲是对中国有非常大的戒心的 所以说在这结构性上的问题 其实很多事还是有解决的 查默斯这次访华 您觉得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因为这个外交部长黄英贤经常用的一个词 就是所谓的estabilization 就是让它这个更稳定 其实很多一些重大的就是恢复双方的一些互访 还有一些机制性的一些对话措施 比如说这个中国发改委和澳洲财政国库部的 在基拉德政府时代的宣布的一个战略性经济对话 这个是在贸易战的时候是终止了 这回这个财长Jim Charles去北京 也是这个机制性对话的一个恢复 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经济 其实是一个放缓的状态 由此对澳洲其实也产生了一定的经济影响 比如说澳洲这个铁矿石的价格暴跌 财政部预计可能会损失30亿澳元的收入 那您觉得查默斯中国之行是不是会做出努力争取双方在经贸合作领域 比如说另辟蹊径呢 其实中澳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结构 它这个互补性是一直以来是非常强的 就是澳洲这个每年的大量的出口 其中三分之二主要是这个铁矿石 还有这个天然气 还有煤炭 这是因为中国大规模城镇化 还有工业化非常需要的一些原材料 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进行了这个结构性的这个在变化 尤其是以前为支撑的这个房地产进行了这个结构性的下滑 所以这种情况下 澳洲这个最大的出口的铁矿石 肯定是未来的前景是相对是比较黯淡 所以说这回我觉得财长去中国一个很大的这个冤枉 也是更多了解这个中国政府将来会采取的一些经济政策 如果说你说的另辟蹊径的话 我觉得中澳两国之间其实已经很多的这个方面的 这个很多你像说的旅游呀教育呀这些 其实也是教育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两个原因嘛 第一是澳洲政府 因为本国的生活成本上涨 还有其他的政治原因 对了为生的这个限制已经是公布了 所以说如果说在教育这方面的话 是受到澳洲国内自己的这个政治因素 我觉得是在教育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其实比较困难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高校之间的合作 在敏感科技方面 这个是各个高校其实也在削减和中国的合作 我觉得这个方面的 如果说教育为例的话 我觉得合作空间其实在未来 可见的未来其实会缩小 不会说是有增长 旅游方面因为中国本身的 现在面临的一些经济问题 很多国内也在消费这个降级 中国现在反而是国内的旅游市场 是非常火旺的 然后来到这个澳洲 其实像过去那种大规模的消费 我觉得是不会是回到像以前那样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澳洲关系 这种历史上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双方正常这种贸易往来 会受到政治外交关系的干扰 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澳洲葡萄酒 龙虾牛肉的这个出口受到打击 那么澳大利亚如何在维护 与中国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 正常的关系的同事业维护 并且坚持自己在国际事务当中的立场和价值观呢 查默斯这次访华是否也是在这个问题上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努力呢 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国家的一个永恒的问题 就是一个方面是自己的这个经济 经济贸易的这个利益 另外一方面是自己国家的价值观 还有一些这个主权的问题 但是他一般都喜欢说是在主权 还是在自己价值观上 是不会做任何的让步 因为是自己的核心利益 但同时的这个当然了 这个名声经济贸易利益 也是非常重要 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 水收各个方面 所以每个政府都会在之间 寻求一个平衡 两年前大选 这是赢的工党政府 他明显在外交的 最起码在措辞上 还是做了一些显著的改变 不会说是像前任莫里森政府这样 在很多时刻对中国经济非常公开的批评 现在不代表这个澳洲政府 现在是对中国不进行批评 只是说不会像过去那样那么激烈 或者那么激进的一些做法 长远来看 您觉得澳洲两国未来在经济上 是会一如既往的合作呢 还是说会减少相互的这种经济依赖 我觉得合作的空间还是很大 因为毕竟澳洲是这个世界上的旷野大国 有很多这个非常丰富的优质的自然资源 中国也需要 但是如果说已经在一些新兴的领域 包括像稀土呀各个方面 因为是地缘政治 其他方面的原因 其实在这些方面 如果要进行合作的话 我觉得都会是非常小心的 听众朋友 以上您听到的是 我对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 前研究员蔡语言的采访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分享评论 欢迎您在Facebook上 关注SBS普通话页面